淡水国小美术班第25届的毕业美展童话乐园 于护尾艺文休闲园区二楼护尾故事馆展出 毕业的学童们创作了多元丰富 展出包括有水墨、板画、陶盘、木工等等的作品 表现是十分的亮眼、令人惊艳 展期到4月30号为止 欢迎民众一起来欣赏 淡水国小美术班第25届毕业美展童话乐园 于护尾艺文休闲园区二楼护尾故事馆展出 毕业学童们的创作多元丰富 包括了有水墨、板画、陶盘、木工等作品 表现十分亮眼、惊艳 展期将从4月1号开始到4月30号为止 而这一次毕业展览以童话乐园为主题 展场入口用三幅大型的集体创作压克力彩画 呈现淡水风景的弹珠台 环境议题的昆虫扭蛋机 以及学生自创的香草公仔娃娃机 小小艺术家们运用创意与想象力 充分表现出这一次的展览主轴 那我想今天的一个美展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感受美在哪里 美在很多人的身上 美在很多人的一个世上 其实美更多是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就接触到美 而不是只是单一 只是作品 因为作品是一个呈现 可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美丽教育 更是更多的熏陶在我们的内在当中 但水国小第25届美术班 共有27位的学生来参展 共计有超过300件的作品 内容有分为平面绘图类 立体造型 复合媒材类 平面作品 包含了彩画 水墨 刻板画等等 而立体造型目前有 桃盘设计 木工盆器 与撰科 另外还有缤纷吸睛的 牙克里灯香 还有羊毛毡创作 而展场作品 类型相当丰富多元 学校表示 美术班除了培育学生的美感涵养 探索自我的潜能之外 格外的期待 透过毕业展的创作 展演以及策展 增进学生们的成就与自信心 并且学习艺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那其实这次的展览呢 可以像大家看到的通话乐园 那其实刚刚影片下也都有讲了 那其实我的重点主要是实用性 因为其实我最害怕 这样跟我讲说 老师 这么多画 我家仓库放不下 我心想说 怎么可以放仓库呢 那是要挂起来啊 所以可是这我心里的OS 我又不能讲出来 所以我把他们的画作 变成可以挂在墙上的时钟 会发亮的灯香 可以背出去的羊毛沾袋子 我已经尽我所能 让它变成是有实用性的 那我也很想保留小孩的绘画创作 他们这么童真 童趣的元素 美术班老师表示 这一次毕业展览除了让学生自己参与策展 同时也为开幕茶会准备了开场表演 而表演内容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想 还有老师从中指导 分别为三阶段呈现 借由音乐 肢体 走位 律动 引领现场观众进入缤纷多彩的童话乐园 而此外 展览期间特别于每周四 规划兔兔羊毛沾别针DIY体验课程 而每一堂的体验课 共有十个免费名额 也邀请民众前来参观展览 同时也体验羊毛沾的DIY技巧与乐趣 记者是团一淡水采访报导